拿著水槍在池子裡來一場涼快的水帳 為了迎接暑假到來 花蓮芝卡軒清水公園的暑期水上樂園開幕了 第一天就吸引了好多人 全家大小一起來玩 家屬旅遊這樣子 然後到這邊開幕都把它過來玩 為了滿足不同年齡層的需求 今年有特別企劃 不但擴充了汐水區 還規劃了六大主題 包括了兒童池 灶浪池 飄飄河 想要刺激點還有360度會選大滑水道 那個速度快不快 對 很快是不是 會不會怕 不會 這些好玩的設施通通免費 因此吸引不少家長 帶著剛放暑假的小朋友 來著消消暑 我覺得很安全又很乾淨 從7月1號一直到8月25號 整個暑假天天開放 同樣在花蓮還有樂園業者 推出了夏至海洋森巴系列活動 來這裡看表演 可要有被噴濕的心理準備 因為表演者可是會一邊遊行 一邊拿水槍掃射 就是要讓遊客在炎炎夏至 可以好好清涼一下 通常 och角色的感覺 在燈火上 海洋森巴系列活動